用PSVR玩游戏七个常见问题 大家问的最多的 那就是近视眼戴眼镜能不能玩 首先我不戴眼镜 我媳妇和孩子也都不戴眼镜 所以这个没法测试 不过我做了一些调查 索尼的客服说近视眼是可以玩的 直接戴眼镜就可以玩 因为这个PSVR 它里边的眼部的位置空间很大 另外还可以佩戴有度数的磁吸镜票 我在网上看过大概几百块钱 要买适合你的度数 然后好像是贴在这个位置 另外我看网上说都不推荐使用隐形眼镜 因为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叫眼球追踪功能 你戴隐形眼镜可能会影响眼球追踪 另外我看网上还有很多人说 VR头盔 这有一个调节旋钮 他们认为这是调节什么趋光 什么近视眼用的 其实不是 这个是调节这两个镜片之间距离用的 你们看我调一下 我往上 12 往下12 这个近视眼跟这个没关系 问的第二多的问题 那就是晕不晕 这个要看游戏也得看人 以我为例 我每次玩VR游戏 基本上是20分钟到半小时 我玩大部分游戏都没事 但是唯独就这个生化4的VR模式 可晕死我了 它是用右摇杆来切换视角 它并不是那种连贯性的移动视角 它是咔咔硬切换视角 每一次切换视角 我就晕的不行 后来我只体验了一会 在那个房间里压根就没出来 我就晕的不行了 然后难受了6个小时 不过生化4重制版的VR模式 沉静感真他妈强 真是爽 感受真是一级棒 就是这个转视角 这个交互设计的太差了 是个大败笔 然后我孩子也没有遇到让他晕的游戏 我不可能让他玩恐怖游戏 他也不敢尝试 他特别喜欢玩的就是这个节奏光剑 还有我老婆在玩这个VR游戏的时候 他不是玩那个GTE7赛车特别头晕吗 但是他玩那个赛龙舟有一个敲大鼓的游戏 你用两手柄 啪啪啪啪啪啪 敲大鼓 那个他一点都不晕 所以说晕不晕 看人看游戏 我估计敲大鼓那游戏好多人都不晕 好第三个问题 PSVR2支持的游戏多吗 普通游戏能不能玩 玩起来是什么样的 另外他能不能看片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2024年7月 PSVR2只支持PS5 像这种专门针对PS5和PSVR2开发的游戏 数量不算多 但是也不少 我目前只买了一个节奏光剑 花了200多 很多游戏都是免费体验版 具体是哪些游戏体验效果怎么样 以后我会单独做视频分享 对于普通版本的游戏 也是可以在PSVR2上玩的 戴上这个头衔 使用PS5手柄玩游戏 就好像是在电影院看大屏幕玩游戏 但是其他方向都是黑的 没啥意思 只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屏幕 但是真正的VR游戏 VR模式 不管哪个方向 全是有画面的 那个才有沉浸感 那个才好玩 如果你玩普通游戏比较多 最好还是在电视上玩比较好 我不建议用PSVR 长时间玩普通游戏 短时间的体验一下 VR效果就可以了 这种东西 我感觉不适合长时间佩戴 还有人问能不能看片 我上网上也搜了一下 有人说在日本 你要去了日本就能看 但是国内看不了 因为没有偏远 不过听说下个月好像是8月几号 这个VR PSVR就支持PC了 需要买个转换器 到那时候可能偏远就多了 至于说看什么东西就由不得它了 好下一个问题 夏天戴这种头盔VR眼镜会不会容易出汗 这个也要看人 比如说我 我这人脑门额头容易出汗 所以说这个位置就比较容易有汗 但是我闺女玩这个时候 它这块就没有汗 它这不出汗 但是它这个手 双手是个大汗手 它就算玩手柄也会出汗 所以说它每次玩完这个位置就会有很多汗 好下一个问题 PSVR可不可以当显示器用 就不用电视或者显示器可以吗 用这个东西玩游戏是不需要电视的 直接看里边这两个小屏幕就可以了 最好也配个电视或者显示器 因为在PS5开机或者偶尔设置的时候 最好还是有屏幕看一下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好下一个问题 这个PSVR二代和上一代一代区别大不大 游戏是否充用 这个二代眼镜的硬件不能乡下兼容 也就是不能玩一代的游戏 这个二代相对一代提升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它这个单眼分辨率就提高了一倍左右 而且还增加了HDR 像素更多 看得更清晰 效果更好 另外二代比一代在连接方面也简单了很多 只需要一根线 那一代的线是比较多的 连接起来比较繁琐 好最后一个问题 PSVR二要是真无线就好了 目前以民用的无线技术替代这根线不可能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 比如说这个头显带的这个Type-C接口 它是插到PS5前面板这个USB口的 你们知道这个PS5USB口它的速度是多少吗 是10个Gbps 我们目前民用的家里边用的WiFi路由器 基本上都是WiFi6的 WiFi6理论上是支持9.6G的和10G差不多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常用的WiFi6设备 比如手机PS5等等这种常见设备 它的连接速度只有1.2Gbps 理论9.6 实际1.2 告诉你们一个更炸裂的 手机或者PS5或者笔记本和路由器 实际传输的速度连0.6G都稳不了 所以说理想和现实 理论和现实相差了20倍那么远 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个头戴设备是无线的 它还得加一块电池 想要续航 它的重量就会增加 佩戴起来会更不舒服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PSVR是一种新的游戏方式 我们可以直接拿起控制器 直接挥拳头 拢胳膊就可以了 不用在意按哪个键 或者按摇杆 直接抡就行了 好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关于PSVR能玩什么游戏 有什么免费游戏 具体体验效果怎么样 下个视频再和各位分享 再见